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您現在收看的節目 是我們在9月16號 跟大家所做的專業台股報告 繼續提供大家最專業的解盤分析 希望對您的操作能夠有所幫助 當然也都歡迎大家 當緣分到了的時候 讓我們一起來征服股海共創雙贏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的一個盤式 早盤指數開個低 大小跌21點 當然這是因為台積電 今天除息指數稍微蒸發的影響 不過也在台積電 這地方10分鐘之內完成了填息 昨天收盤607 今天開個低馬上拉高上去 最高就是來到607塊 完成了填息之後 指數也拉高上來 翻紅漲了57點 不過今天成也台積電 敗也台積電 你看台積電完成天息之後 接下來股價反而走低下來 收盤反而翻黑 跌了4塊錢 也讓大盤指數的部分 這個開平拉高上去之後 這個地方收低 收盤跌了75點 這時候指數你看到這禮拜已經連跌4天了 那重點今天的成家量2385億 還創下了今年的新低量 大盤連跌4天 台積電除這個天完洗之後 馬上翻黑 量又創新低 到底這個盤接下來會怎麼走 台積電大盤該如何來去操作 如何來做看待呢 待會針對盤勢的部分 我們都會來做詳盡的說明 不過節目一開始還是要先按照慣例 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憲榮老師今天給會員朋友 操作建議的內容 那今天我們快打當衝 在大盤持續量縮整理之下 仍然採取反市場操作 短空的一個策略 鎖定的標的在代號2455當中的一個全新 這檔功率放大器的股票 最近仍然有很多的利多 法人說看好第四季 全新的一個新增產能就要全數到位了 營收都會繼續增加 但真的法人看好嗎 報紙寫說法人看好的時候 都提醒大家 其實你應該去觀察的是 技術面籌碼面的變化 而這時候發現到投信法人 這兩天已經有 油賣轉賣的一個動作出現 股價已跌落到月線以下 出現結構轉弱的現象 那早盤開個高一度還出量 這邊有出量對不對 拉高上去這是一分鐘線圖 看起來很強勁啊 而且這時候低檔還有大筆的微買單 吸引散戶來做搶進 做一個又多動作之後 隨後又發現了 怎麼股價跌落了大單敲進成本 跌落了早盤均價 然後反彈也站不上均價 均價線也在下彎 這個疑似有大戶在拉高出貨的跡象 短線白戰指標也交叉向下出現了 轉弱訊號 所以憲榮老師今天建議會用朋友 採取短空2455的全新這檔個股 那這是在今天早上10點12分的時候 你看當時股價在125 124.5、125.5之間 那我們建議大家 短空2455的全新 短線技術面轉弱 所以就定價124.5到125.5之間 先來做賣出 那停損放在127塊 目標大概在119元 請勿以市價追高殺低 所以你看到當時股價125 我們124.5以上來建立短空 賣完之後呢 來接下來的股價 你看開始走低 到了這個地方接近11點 一度大單殺出來了 下殺翻黑 最低跌到122.5 那只是今天的盤勢 仍然是比較膠著 它下殺翻黑之後 接下來很快又彈回到平盤附近 來回做震盪 那一直僵持到了12點半左右 觀察股價大概不太容易下去了 所以當時市價在124左右 我們也建議大家 在這個124附近先把它買回來 早盤賣124.5 124買回 0.5元價差 剛剛好夠手續費 這個交易稅 還有一點點 不過我們就算打平坐收了 所以今天這地方 我們沒有能夠去賺錢 但是我仍然是誠實報告給大家看 重點我們每天帶你進 一定都會帶你出 絕不做凹單的動作 盤中滿手盤後空手 永遠是我們操作的最高準則 當然講到這裡 可能如果剛看憲榮老師節目的 會覺得這個老師好奇怪 今天這樣子沒有賺錢 也要拿出來電視上講 其他投顧老師 每個都把大獲全勝 這個地方是不是該找其他人呢 各位投資朋友 我只能這麼說 做股票 做股票真的有人天天都可以大獲全勝 天天都有股票漲停嗎 如果你相信 你跑去加入 你一定會發現 到最後都假的 甚至在網路上 你可能也都看到過 有人這地方 要叫你加入群組 告訴你 他在你做當中 可以天天賺錢 甚至還可以把對賬單 就秀給你看 每天都在賺錢一樣 真的嗎 憲榮老師只能提醒大家 真的有人每天當充兜賺嗎 甚至每天上網 是用對賬單 以實現損益 都是賺錢的時候 這個地方 內行人一看就知道 假的 事實上 你會發現這些人 他可能每天買進了幾十筆 盤中有賺個零點幾% 就把它賣掉 這時候拍下了對賬單 所以你看到以實現損益 已經賣掉的 都是賺錢嘛 對不對 可是還沒賣的 其實就是賠錢的 這時候可能就流倉 可能放波段 其實就是在凹單 到最後你會發現 有賺零點幾%就賣掉 有賺零點幾%就賣掉 看錯的就流倉就凹單 到最後實際總損益會是怎樣 告訴你 你會賠看到 如果你真的這麼做 你都會賺少少 一賠就賠很多 你看到這些 這個是網路上 我也看過的對賬單 操作了好幾十筆 看起來賺了幾萬塊 結果你把幾十筆加起來 總報酬率才0.99% 每一筆只能賺多少 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謝榮老師要再三強調 當然我不可能天天幫助你 這個地方每天都賺得到錢 因為那叫做神話 神棍才講的話 但是謝榮老師 給你別人沒有的四大保證 哪四大保證呢 第一個跟著我做當衝 我們絕對當天帶你進 就是當天帶你出 不會有那種賺了錢衝掉 看錯的時候就開始凹單 就凹到最後害你重傷 絕對不會 我們當天進當天出 絕不做凹單動作 第二個保證 每天最多只會有兩檔當衝股給你 那今天也只有一檔 這個地方 這個25的全新沒有其他股票了 那第三個保證 每個會員收到的當衝股 都會是相同股票 所以今天所有會員朋友 跟著我做當衝 也只有做一檔 245的全新先賣後滿 0.5元價差 算手續費打平掉 我們也都程式講 第四個 如果節目當中 所秀的當衝股 跟會員收到的不一樣 老師當場賠償100萬 而且永遠退出股市 為什麼 就是要給大家 百分之百的人格 誠信表證給你 最高標準要求自己 這麼多年來 我們就是這樣持續堅持 不說謊不騙人 重點你看到 要誠實報告 每一筆操作給大家看 有賺沒賺 我們都誠實講 就是希望在這市場上 立下一個標杆 讓大家知道 什麼叫做專業用心 重點是 有誠信的操盤服務 所以你看到 我們每天都誠實報告 每一筆操作 只求認同憲榮老師 這樣子的理念的 都歡迎大家 當緣分到了的時候 讓我們一起來征服股海 共創雙贏 這個我們都會繼續堅持下去 當然也歡迎投資朋友 認同我們理念的 跟好我們的腳步 好回來繼續來談到這個盤勢了 大盤指數的部分 最近這地方你看到 都是在這個月以來 就這樣持續上上下下來回震盪 其實這個月一開始 就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這9月2號有沒有 這個月一開始有沒有跟大家講 大盤指數反彈上來1000多點了 但是卻發現到量的趨勢 開始這個地方轉弱了 這從5日均量跌破10日均量 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我說除非多方攻擊量出來 那時候要有4000里才有機會續牆 不然這個盤勢 大概就是指數在月線季線附近 來回震盪的可能性最大 那你看到是不是這樣 一下子漲到季線 然後就連殺三天 殺下來回到月線又反彈個兩天 反彈兩天又碰到季線 又連跌四天下來 目前為止過了半個多月了 指數就在這個月線季線附近 就像我所說的 繼續的來回震盪 那這種震盪盤在接下來呢 會怎麼走 好 繼續看下去 那昨天已經跟他提到 那當然如果說 這地方中秋節變盤 有沒有機會往上 關鍵就在什麼 台積電必須要出來表態 那只是台積電的部分 昨天我們其實已經 跟大家先做過說明了 好 那台積電年初漲到六七九 當時我提醒大家 小心外資罕進 目標調高1千1的時候 自己在偷偷落跑 這已經要中期回檔了 那後來真的一個回檔 跌到518塊 那時候本土疫情的爆發 那我也跟大家講過 那這時候高檔回跌超過20% 中期回檔達到滿足點 差不多到了 所以518塊你看到也真的見底 開始這地方拉高 那最近一波這個地方 又從551拉高到638 最主要就是因為台積電 調高了晶圓代工的報價 20%之後 暫時化解了 來之前外資認為說 台積電一直在砸錢 去添購新的設備擴充新產廊 可能這地方費用會大增 會影響毛利率 那他把代工的報價調高 當然這就可以化解 毛利率下滑的疑慮 所以外資買盤這地方 最近買了大概10萬張回來 那雖然說這地方化解了 毛利率下滑的疑慮沒有錯 問題出在台積電 只有這個隱憂嗎 不是 更大的隱憂在哪裡 在於整個晶圓製造產業的部分 我在這地方其實之前 漲到679的時候就提醒過 那時候訂單看起來 非常的一個強勁 但很多都是什麼 下游的客戶在重複下單 Overbooking 那再加上這個訂單 這個地方大幅度湧進 客戶在重複下單的時候 偏偏除了台積電之外 各大的晶圓廠 包括Samsung Intel 聯電 世界先進 Global Foundry 大陸的中心半導體 通通都在擴充產能 已經出現產能擴充競賽了 所以你就要小心 現在訂單看起來很強 但有一些是所謂的 重複下單虛假的灌水的 那一旦這些這個重複下單 庫存拉的過高 到時候晶圓不再缺貨了 訂單就會開始 這地方減少調整庫存 可是明年後年 新增的產能一旦開出來 訂單又減少 到時候會怎樣 你要去思考 很有可能就變成結構型的一個轉變出現了 這才是我認為整體晶圓代工 執行人製造市場 最要去小心的地方 所以這就反映在股價了 雖然今天股價一度天息 但是為什麼馬上又翻黑 其實這個地方並不意外 所以昨天有沒有提醒過大家 想要挑戰年初的高點679塊 我認為不容易 頂多就是在這個箱形之內 繼續的震盪而已 那這種狀況之下 如果說台積電 它沒有辦法這裡 來突破這個地方 這個挑戰年初的679高點 甚至650 660 都很難上去的情況之下 你認為指數 有辦法這樣一路往上嗎 我認為在這地方大盤現在反彈 這個禮拜是第四周 量的趨勢卻持續在轉弱 那比較好的狀況 大概也是最有可能的狀況 指數在短期之內還是一樣 月線季線附近 會持續的來回震盪 那這種震盪盤 其實你也發現到 最難的是什麼 每天都有股票在漲 偏偏每天漲的也都不一樣 今天指數跌了75點 有沒有東西這樣漲 有啊 對不對 塑化股 今天拉高漲了這個地方 1.38% 甚至像亞聚還拉到漲停 問題出在 今天之前 有頭顧老師在推薦你買塑化股嗎 沒有嘛 今天之前 一堆頭顧老師推薦你的是什麼 幾個月前 一堆頭顧老師推薦航運股 一堆頭顧老師推薦面板股 一堆頭顧老師推薦什麼 宅經濟概念股 上個禮拜一堆頭顧老師在推薦你 又是防疫概念股 結果呢 你發現最近這個指數 在這裡高檔震盪的時候 這些頭顧老師拼命的告訴你 不用怕 跟著拉回找買點 跟著買進強勢股 就可以大賺特賺的結果 到現在指數還在高檔震盪 可是你到處去追逐強勢股 結果是什麼 去年一堆頭顧老師追高滿進的防疫股 像瑞基 還有什麼天國一輝 現在的股價早就腰斬再腰斬了 去年一堆頭顧老師的 很進的防疫概念股 原鋼 原斬 你看到股價 從80幾跌到40幾 40幾再跌到二字頭 腰斬再腰斬 這些老師到處帶著貨員朋友 去買進所謂的強勢股 追高所謂的強勢股 有大賺特賺嗎 不但沒有 還賺指數 賠價差 還大賠特賠 但是這些老師 都忘了他們去年 推薦過的這些股票 然後幾個月前 又在喊進面板股 又達30幾塊 一堆老師喊進 現在又跌到哪裡 剩下17塊 又腰斬了 群創對不對 幾個月前一堆頭顧老師在喊進 現在又腰斬了 然後長榮200多塊 一堆老師在喊進 現在又腰斬了 陽明不也一樣嗎 對不對 包括驅動IC 敦泰 也是一樣 各位投資朋友 當現在指數 拼命的在這地方震盪 很多投稿老師拼命的告訴你 不要怕拉回找買點 不要怕跟著買進強勢股 就會大賺特賺的時候 到最後你有因此大賺特賺嗎 不但沒有 反而前輩他們賺走之後 自己手上滿手套牢 那這樣可以嗎 當然別人怎麼做 我們管不著 但是你看到 憲榮老師 為什麼在節目當中 一直提醒大家 要注意風險 因為我不希望 你因為這地方忽略了風險 拼命到處追逐強勢股 而因此反而受到重傷 因為憲榮老師 不管是我的解盤 不管是我們帶著會員操作 保護會員朋友 永遠是我們的操作第一要務 幫助會員朋友 要真正的將獲利放進口袋 這是我們永遠的使命跟責任 所以要為了達到這樣的使命跟責任 憲榮老師必須提醒大家 在這個階段 真的不是讓你去跟他拼大的 跟他all in的時刻 你去想一想 指數1萬多點的時候 你不去all in 講到1萬7 1萬8了 你才來all in 你不覺得這地方 第一個邏輯很怪 第二個你這個地方會發現 在這裡all in 賺錢能風險大 怎麼辦 所以我才會說 在這裡要真正的 把獲利放進口袋 最好的操作策略 就是我們的快打躺蟲 作戰計畫 發揮盤中滿手 賺了就走 重點是有賺沒賺盤後 一定空手的一個策略 先讓你降低風險高枕無憂 再來掌握賺錢機會 當然我們的當衝也再三強調 不是每天但你都看到股價 大漲就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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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每天按照專業的SOP 第一步觀察盤勢 決定多空 攻擊盤我們做短多 整理盤我們做短空 第二步找到符合條件的個股 確認轉折時果斷出手 第四最後最重要的 遵守紀律理性操作 無論如何當天待進 一定就當天待出 你看到有攻擊機會 像之前盤勢熱絡 我們鎖定誰 4961的天鈺 發現到大戶洗完盤再度進貨 轉強訊號出現 建立短多先買 一早有沒有建立大家 這地方327以下來做買進 那當時股價326.5 327以下順利買到之後 等到股價積拉大漲 別人再追高 我們已經低檔買好 等到大漲上去 我們已經可以建立大家 327以下的天鈺 這地方337以上賣出 10塊夾差3加3萬塊 開開心心入袋 有攻擊機會我們就做短多 整理盤我們做短空 像之前我們做聯勇 發現到驅動IC利多頻傳 法人說看好的時候 法人在偷賣了 重點是當天股價拉高上去 大戶在反手出貨 轉弱訊號出來 被我們發現 建立大家451.5以上 短空先賣 殺下去443.5以下 別人再追殺 我們已經空在高檔 賣在高檔 殺下去別人再追殺 我們已經可以建立大家 有沒有 451.5以上 先賣的聯勇 這時候443.5以下買回 順利的又把8塊加差 放在口袋裡 3張2萬4 見好就收又放進口袋了 所以整理盤我們就先賣後買 多空靈活操作 那今天的盤式比較膠著 全新我們一早建議大家 124.5以上先賣 賣完之後一度殺殺下殺 但是後來又膠著在這裡 那我們也不跟他硬拗了 對不對 124附近買回打平作收 這地方誠實報告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的原則 當天進當天出 再強調一次 我們雖然不能保證你天天賺 但是跟著我做當充 我們的當充股當天進一定當天出 絕不做凹單動作 第二個保證 每天最多只會有兩檔當充股 其實正常都是一檔 今天也只有一檔 第三個保證 每個會員收到的當充股 都是相同股票 今天所有會員也都只做 這一檔2455的全新 第四個保證最重要 如果節目當中秀的當充股 跟會員收到不一樣 老師當場賠償100萬 而且永遠退出股市 給大家百分之百的人格 誠信保證給你 最高標準要求自己 堅持不說謊不騙人 誠實報告每一筆操作 如果說投資 認同憲榮老師這樣的操作理念 認同憲榮老師這樣 每天堅持不說謊不騙人 誠實報告每一筆操作給大家看 那麼緣分到了 想要跟著我們一起征服國海 共創雙贏的 好好把握住這一次 中秋佳節月圓人員 雲達頭顧祝您 合家圓圓滿滿 特別推出的佳節禮 只要5、8 8再加1的一個超值活動 現在活動已經剩下倒數一天 想把我的投資朋友 都歡迎大家廣告休息時間 就來跟我們做聯絡 第二階段馬上再回來 中秋佳節月圓人員 雲達頭顧祝您 合家圓圓滿滿 加節禮5、8、8再加1 加節禮5、8、8再加1 倒數一天 除破甩線 運達頭顧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极品超盘团队 由河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差点分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高老师 极品超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再提醒大家 当大盘指数现在量的趋势再度转入 指数很有可能 继续在月线季线附近来回震荡 那个股都会是一日行情 拉一根红棒 你以为是转墙去追的时候 人家可能就到货给你 到完货可能又开始要反手下杀 不小心就是摸天转金条 一追又套牢了 更要提防 大盘会不会在这地方形成头肩顶的右肩 还没有化解 到时候万一杀破了这地方 16248 整个景线成型 都有可能这地方投不出来之后 再一步的一个中期回答 这种状况之下 你要在这里买股票爆拨断 会发现赚钱很难就算了 风险还非常的大 那怎么样去降低风险 但是我们还是要掌握赚钱机会 所以我才会提醒 我们不预设立场 我们谋定后动 就采取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的快打当冲作战 这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那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内容是这样 提醒大家在这里 提醒大家 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每天最多只会有两档当冲股给你 所以1000多档2000档 我们只找最有把握的一档 顶多两档给你来做操作 会清楚的告诉你 要先买还是先买 会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获利目标 没时间看盘老师帮你看 到了假简讯通知你 没到假当然需要修正 无论如何当天待进 一定当天待出 有攻击机会我们做短多 像天律有没有 一早建立大家 327以下来做买进 买完之后拉高上去 别人在追价的时候 我们已经顺利了 327以下买进 然后可以逢高来做卖出 337以上买出 10块价差 3张一天就可以加薪3万块 你看到不是不可能梦想 对不对 整理盘我们反市场操作 先卖后买 像连勇 有没有 一早建立大家 451.5以上先做卖出 卖完之后开始下沙 跌到443.5以下 通知大家来做买回 8块价差 3张又2万4 开心的见好就收 获利入带了 今天全新这个地方 早盘先卖 杀下去又僵持在那里 那我们也不跟他硬拗 成本付近卖回来 当天进当天出 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而且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如果说投资方 认同县荣老师的操作理念 也想利用快打当中 多创造一份收入的 提醒大家 我们的中秋佳节 佳节礼 588再加1的超值活动 现在倒数一天 把握最后机会 指名加入 由我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优独立则 优独立则